好 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奥运会乒乓球亚洲区选选赛 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那么马龙呢 在近9个月以公开赛 曾经在决赛当中输过一场张继科 在这个高点的时期会比较长 马龙之前呢 是以两个4比1 今天只要能够顺利的战胜日本的丹羽孝稀 便可紧急伦敦奥运会 男子呢 在另一个半区呢 是 爆发力不行 但是它能连续拉着你 现在力量也涨了 稳定性非常高 能释放自己 还能打得跟那个正常 其实真不好赢 真不好赢 其实这也是 也是算世界一流选手 这样马龙第一局呢 是11比8 突破的它的特长技术啊 没有一个特明显的一个能够得分的环节打出来 其实换个角度来说 丹羽孝稀他也紧张 对 我看他发球80%都发出台了 出台 对吧 所以这就是一种紧张的表现出来 当然对手的失误也多一点 好的 南亚好像没有这个预选赛 也放在这边打 亚洲打 那么打出12名 打出12名 应该说现在资格 但是我们讲这个赛制啊 如果是没有能够赢下最后一 我老觉得他心态上还是有点慌 我觉得马龙 这种感觉要出来 而不是随意去 时间 另外处理一下 打出这种很有连贯性的啊 感觉是好像来不及 1比4 这样马龙输掉第二局 双方在前两局就打成1比4 能力 你的稳定的能力 或者相似对抗的能力 应该远远强于对手 就对手即使球很逆落的话 作为你的防御上来说 你也是做得好的 所以在整个节奏上 我觉得都有点乱了 对他来说应该来说是一种讨厌吧 那么陈导导 您觉得就丹羽孝希的 发力啊 这些球就他有一定的威胁 那么对于丹羽孝希的这种 现在打 好 我们继续关注双方第三局 结合好的话 你看 马龙得分 跟你拼一下相似 前三板我争取主动 以我为主的这个场上 调动起来 如果你再给他一反手 应该 他们站不得了太多 是 好球 第三板 拉出中呢 他已经战胜了朝鲜的李美京 成功的 在第一时间拿到了奥运选赛的这个规则呢 就是要联赢三场 在奥 也凶狠 他可能也想是自己能够打开一点吧 你看它稳不住 如果这个球的环境 你如果把弧线稍微拉得稳定一点 相似手上能发球 还有牵制它 发对方的反手长球 你也可以牵制它 反手丢一个 就是不明白你到底需要拿 你到底想要什么 最终能够主导这个比赛 我觉得作为一个 这个整个能够主导 是对于马龙来讲 看一下第四局 当中 这个发球 这个发球你撤一圈 撤圈就很好的 2比0 好的马龙再来 打高球 够口 好 开始 慢一点别着急 不 已经不太清晰的这种感觉 在进台啊 快速拉了一个 现在达到第四局 2比5马龙落后 好的 让你有的时候想象不到 很多冷板出现 场上比分是4比8 这是第四局 说马龙不能够成功的取得胜利 拿到这个入场卷 胜利最近一次交手 是两个月前的亚锦赛单打比赛 马龙是4比1 那有消息呢 就以3比1领先于马龙 我们看到传导 现在对于马龙来讲 就是考虑一下在攻防的这个上面 你运用何点 不一定非要你上手就要准备 这也是一种办法 刚才陈彬知道 也是考验马龙的应变能力 对 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 你遇到问题的时候 你怎么来应变 一个大脚 然后接发球上这个环节上接的也不是特别的好 整个人还是有点乱 刚才那个他是 但你一定要平静地告诉队员 因为这个时候队员的 他的信号接收 你的语言 他对这个队员要非常了解 不漏水 但是他们每一板球 都足以去得分 那他还将进行几场比赛 才能够获得这个 然后呢 决出这个12名来 他根据这个比赛规则写呢 如果说这场比赛 马龙 没拿过 对 他是这么大 所以他不打 所以他不打 好的 好的 这样马龙 也没有打出特别多的金抢球数 那么我想接 所以就是你 你的千三百个金抢 双方的第六局 要是 两个金抢 这个球 他是用反手 搓短 你看马龙的步伐 他已经没有重心了 这些短球的时候 就给你一个威胁 至少你要避开 你从头到尾都是这样一个环节 没有摆脱掉 对方都是拧拉 反手也比较强的 那么你要给对方正想 对方的这个球速度也很快 那怎么能够我觉得在弱点上 或者说在节奏上 你不要让他正好赶上这个点 这应该不是马龙的风格 马龙应该手上粘球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这个球选拳赛 争夺奥运资格的一场比赛 他反手 你看他的站位 他揭发球全是依靠于反手 出现一个不好的情况 就是对方的反手 左手的反手很强 而左手又依靠于反手 那么你打他正手 那么你打他正手都打不住 这是马龙最困难的一个阶段 这个时候就有点差了 明镜需要赛 对方的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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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说对方有点强 对方有点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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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环球比线长球在马龙测心 拉球拉丢了 丹宇孝希呢 日本的小将丹宇孝希现在就获得了 一决赛打成了三四 那么他还会在经历下面的比赛之后呢 我们相信马龙呢在接下来能够发挥出 这个一个更好的水平去获取这个奥运的参赛资格 也感谢陈宾指导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参与我们的解说评论 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